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这书馆要开新书了,至于咱们要聊什么呀 卖个关子保个密,咱就是不说 咱们往哪个方向聊天呢 今儿要能说到啊,咱就说到,今儿要说不到呢,明天也能给您揭晓 所以啊,咱们闲话少说是即刻,开书 那咱们今儿从哪儿开始说呢 咱们这故事啊,得从这个大清国的康熙38年开始说起 那一年呢,是1697年,这刚一进秋天 这皇上啊,就给这个部军同领衙门以及兵部下了一刀御旨 什么御旨啊,这皇上啊,要举行大阅 这大阅是什么呢,这大阅啊,其实啊,就是阅兵 这皇上啊,要亲自看这个八旗兵石操 这一代圣主康熙皇帝啊,要亲临教场啊,是阅摄八旗 那么说这皇上要亲临操演现场,为什么在清朝叫阅摄呢 哎,这个啊,听过咱们刺马那段书的好朋友啊 应该不陌生,都知道 这大清国太宗文皇帝,也就是皇太极啊,留有遗诏 说这个八旗子弟啊,千万要记住两条 哪两条呢,就是国语齐摄 那么他说的国语呢,自然就是蛮语 这齐摄啊,您别以为啊,是两个词 实际上啊,在这儿说的齐摄啊 就单指骑着马射箭的意思 后来啊,这摄一词才分成了骑马射和步射 也就是说啊,这大清朝廷认为啊 这太祖太宗得天下,就靠的是齐摄之能 所以这清朝,无论是皇上啊,还是大臣简约部队啊 都叫跃射,就是看看你们射箭射的怎么样 那么说这北京城里皇上要跃射了,到哪去跃射呢 哪有那么大一块空地,那么一个最大的教场呢 哎,我跟您说呀,这个教场啊,就在现在的京北 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地方 奥林匹克公园后世那个地方啊,叫养山袜 这驻京八旗啊,包括这个步军统领衙门都有自己的教场 不过呢,要是这个八旗联合军事演习啊 这个各旗的小教场就装不下了 只有去这个最大的教场,养山袜教场 其实啊,这康熙圣主搬出这道旨意之后啊 这大臣们都挺纳闷的 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啊,这皇上已经举行过一次大阅了 那基本上这皇上大阅啊,每年就举行一次 那这回为什么在秋天又要举行一次呢 按说这往年秋天呢,这皇上啊,也有军事行动 可是通常不在北京 要不去呢,就是在这个木兰围场行为打猎 那也算是一种练兵 就是不愿意车马劳顿跑到这个京北围场去呀 再不去呢,也得举行这个行为狩猎 在哪呢,在京南的海子红围 那儿啊,有个亮英台,在那儿啊 是连狩猎呀,在练练兵 那您皇上老爷子吗 大清国都是您的 您要说秋天练练兵啊 咱们就练练兵 可是啊,这道旨意啊 还有更奇怪的地儿 哪天阅兵啊,没准时候 这皇上说了,哪天风大,哪天来 圣旨里的这条啊 算是让这文武大臣都摸不着南北了 那没办法啊,大伙等着吧 哎,过完八月节以后 没办了月,真有这么一天 这秋风可就下来了 这现在的北京城啊 有三百防护林的保护啊 这春秋二季啊 还时不时的刮大风呢 您更何况那会儿啊 这风一刮起来啊 这卷的可街桶子爆土嚷烟的 哎,就在这天 这养山袜叫场啊 八旗兵丁满朝文武 是齐居一堂 四十出客 哎,九点多钟的时候 这皇上的农年也到了 这按照大伙的想法 这阅兵嘛,第一件事啊 就应该是跑马对冲 先造造气势嘛 哎,就好比啊 咱们现在阅兵的这个分裂式 哎,这回不见 这康熙皇帝顶着大风 坐在马上啊 先给这三军训了话了 这会儿啊 身边有太监呢 就抱上了一个黑匣子 这康熙皇帝指着这个匣子就说 你们知道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吗 这大臣赶紧说呀 臣等不知 这康熙皇帝说呀 这里边装的就是朕的仇人 大清国仇人 嘎尔丹的骨灰 这嘎尔丹死了 死了 朕也不能饶他 今天在这儿啊 朕要给他错骨扬了灰 这会儿的大伙儿可就都明白了 为什么这皇上老爷子 一定要搞军事演习 还得找一个大风天了 说着话呀 这太监可就打开了骨灰匣子 一抖了 兜着骨灰的这块红布 里边是一股白烟 扑就飞向了天空 这位草原雄主嘎尔丹 顺着风势啊 向南飘去 不过一会儿啊 也就烟消云散了 校场里边的八旗兵丁 也明白了皇上的心思 朕必其乎啊 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么说 谁是嘎尔丹呢 这嘎尔丹 怎么跟这康熙皇帝 有这么大的仇呢 一代圣主康熙 八岁登基 自幼学的就是帝王道 那么这帝王术 都是什么呀 我给您说不清楚 那最起码吧 这喜怒不能行于色 绝不能啊 像电视剧里张铁林那样 动不动啊 这乾隆皇帝 就拧着鼻子瞪着眼 那么说 这仇人死了 您这皇上啊 关着门 偷着乐也就完了 有什么必要 非要搞这么一个事实大会 把人家当众错骨扬灰了呢 要把这事说明白呀 咱们就得进入 咱们第一段倒笔书了 那您往后听去吧 咱们这回要说的这段书 那倒笔多了 我写梁子的时候啊 就琢磨了 不这么说呀 它没意思 那么说咱们这书往前倒 它倒到哪呢 时间跨都并不长 咱们从这个康熙38年 往前倒到康熙27年 也就是1688年 墨西蒙古的大韩 绰罗斯卡尔丹 从整个二韩国本部发兵 带领着三万人马 越过了韩岸山 横穿了隔壁 直接就奔着这卡尔卡布蒙古来了 那么说这准盖尔韩国 它在哪啊 这准盖尔韩国呀 全境地儿可大了 顶上时期呀 现在新疆的南疆北疆 都是准盖尔韩国 那这还不算完 外蒙 以及现在新疆 往西的大片高原土地 那也都是准盖尔韩国的领土 不过呢 这准盖尔韩国的本部在哪呢 就在现在的新疆啊 与这个科布多 也就是蒙古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区 接壤那块 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讲啊 就是这个阿尔泰的东侧 您得记住了 在这会儿清代的时候 这蒙古其实啊 已经被分为了三部了 就是这个墨北蒙古 墨南蒙古和墨西蒙古 这墨北蒙古啊 就是这盖尔丹要征讨的这部分 就是卡尔卡布 这墨南蒙古呢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 墨西蒙古啊 就是准盖尔韩国 如果按蒙古的部中算呢 算是这个魏拉特或者呀 就厄鲁特部 那再往西了分呢 这魏拉特蒙古啊 也是由四个部族组成的 这三家蒙古啊 也就是墨南墨北和墨西蒙古 和当时大清朝的关系可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这清朝啊 是一个满族统治下的政权 实际上呢 和这个清朝人自己说呀 他还是有出入的 这大清朝自己对外公布 说自己是满蒙共治 也就是说呀 对这个大清朝的这个统治权呢 这满洲人和蒙古人啊 是平等共有的 这大清国呀 十二帝 所有的皇帝都有蒙古血统 这事禁不住掰扯 您还别说打着这个满蒙共治的 爱亲觉罗家族了 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北方人 您说您家血统纯正 那么姥姥家呢 姥姥家的姥姥家的姥姥家呢 所以三倒着两倒着的 就有可能啊 从这个汉族倒着出去了 倒到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身上 中国北方嘛 自古和这个北方游武民族啊 他杂居之地嘛 所以这种现象很正常 那皇上家自然更是这样的 您想啊 这清代有多是皇后 咱还别说妃子是蒙古人啊 那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孝庄文皇后了 就是到了晚清 这同治皇帝的正宫国母皇娘 那也是蒙古人 哎 阿鲁特是吗 实际上啊 整个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口音呢 也都差不多 哎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磨子嘛 有这么一个词啊 我想大伙都熟 什么词啊 巴图鲁 你看电视剧啊 这皇上动不动啊 就封谁 为巴图鲁 这巴图鲁啊 就是啊 勇士英雄的意思 那这呢是蛮语 您到蒙语里边 这巴图鲁 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突厥乙戏里边呢 叫巴图鲁 那像咱们讲过这个 清平大小合卓之乱 小合卓呀 就给自个封了个韩名 叫做巴图尔韩 那么说这三个蒙古 哪个蒙古 跟这个大清关系好呢 哎 自大清开国一史啊 跟这个大清国关系好的 就是这个墨南蒙古 这墨南蒙古一支啊 林丹寒他们家 这林丹寒呢 黄金家族 林丹寒一死呢 就得捡呢 这个大腿根粗的抱 一直啊 就棒着这满清的势力 这墨南蒙古啊 简直就是这满清的同盟 关系啊 刚刚的 您可以这么认为 其实这天下呀 都是这个墨南蒙古 和这个满洲人 一起打起来的 那这墨北蒙古呢 哎 就是这个喀尔喀蒙古啊 跟这个满清的关系啊 可就差点了 他们当时说呀 和满清啊 是宗藩关系 属于是一辅大清朝的藩属国 给这个大清朝啊 有九白之贡 这九白之贡啊 又是一个名词 那都包括什么呢 这里边包括呀 八匹白马和一匹白骆驼 这大清国呢 哎 收到这个九白之贡啊 还得回赏 每年照例回赏茶叶一桶 银驰鱼一个 那这驰鱼是什么呢 驰鱼啊 又叫扎斗 是一种小檀云啊 放在桌子上的 哎 这听起来挺恶心的 这个 除此之外呀 还有这个段子三十匹 布七十匹 另外赏给呀 前来这个现九白之贡的正史 段子三匹 布二十四匹 副史段二匹 布十二匹 剩下的每个仆从啊 还要赏这个布六匹 并且呢 为了体现这蒙古人呢 和其他的藩属国不一样 这些事啊 不用李帆院来办 是让这个光鲁寺筹办 最后啊 在这共识投走之前 这礼部还得摆下一番国宴 请这些共识吃一顿 这国宴的水平啊 还相当高 必须由这个李帆院的大臣 亲自的把这些共识引到席间 然后这朝廷啊 还得出一个领事位 内大臣陪宴 这护军统领啊 都没有坐下陪酒的资格 得跨着腰道在一旁护宴 有人说 你知道这么清楚 是不是编的呀 哎 真不是 有这么一本书啊 您看了 您也得知道 叫 亲定大清会典 那上都写得清楚之呢 所以说呢 您别怕咱们这书 我说的啰嗦 知道点这些小细节呀 没坏处 哎 和朋友一起 吃饭聊天的时候 以做谈资吧 那您说这大清国缺这个八匹白马和一封白骆驼吗 并且呀 还得回赠人家这么多的礼品 以及对人家的使臣高规格接待 那这大清朝 他当然不缺这点东西了 他要的就是这末北蒙古 臣服我大清 这是一种象征而已 这末北蒙古啊 一样也是啊 这个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的后裔 现在当家的头人呢 是吐谢吐汗 除此之外呀 还有一位宗教领袖 就是这个吐谢吐汗的弟弟 哲不尊丹巴活佛 说完这两家啊 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墨西蒙古了 这墨西蒙古啊 哎 就是准嘎尔汗国 这大汗呢 哎 就是这位绰罗斯的嘎尔丹 所以说这汗王您听了吗 姓绰罗斯 那他必定不是啊 黄金家族 人家黄金家族姓博尔之金嘛 后来呢 到这个漠南蒙古啊 被念倒了音 您怎么着 也得呀 跟这个孝中文皇后一样 姓博尔纪迪托 所以呢 这绰罗斯一听啊 跟人家黄金家族就不挨边 从那个成吉思汗以后 这蒙古啊 有这么一条啊 天定法则 也就是说呀 非黄金家族不能称汗 想称汗的都得是人家博尔之金 那么说是博尔之金 都能称汗吗 当然不行了 现在外蒙啊 以及咱们内蒙的一些 这个蒙学专家 他们认为啊 凡是这个成吉思汗一脉 都叫黄金家族 实际上哪那么简单呢 只有成吉思汗的四大笛子的后代 才叫黄金家族 那一说到笛子啊 那好记忆了 成吉思汗就四个笛子 树翅 查核台 窝谷台 还有就是拖雷 那拖雷啊 这大伙挺熟悉 那那郭靖的把兄弟嘛 您看那这么一说吧 这黄金家族范围就小多了 您瞧了吗 这甘尔丹呢 他本身不是黄金家族 他还能是一方雄主 当上一方的大汗呢 那这里边他有故事了 至于怎么个故事呢 以咱们后文书 我会给您交代清楚的 那么说这墨西蒙古 和这大清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那就更疏远了 对外啊 他们也说呀 跟这个清朝啊 是宗方关系 这九白之共啊 也往大清朝廷送过 可是啊 拢共也没送过几回 哎 他们是大清国的藩属啊 得挑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 什么时候不是呢 只要这个俄罗斯一打他们呀 他们就是大清国的藩属 那么一开户市 这双方一做买卖呢 那就财是财 亲是亲 咱们谁也别认识谁了 其实就应了那句话 山高皇帝远 不光是墨西蒙古 墨北蒙古有的时候 被沙俄欺负紧了 也向沙俄进贡 那您想想 中原的王朝体系 最痛恨的 就是啊 这藩属国 任两个宗主 向这个两国纳贡 这一仆不能二主吗 要不接着 乾隆皇帝就跟缅甸干起来了 还不是因为 这边境上的吐司 即交大清的供奉 又向缅亡献花马礼吗 哎 这就是山高皇帝远 很多事啊 这康熙皇帝不知道 其实呢 也不是不知道 知道的也管不了 那问题来了 这说书吗 扔得出去呀 你还得拽得回来 这杆尔丹带着了三万人马 跑到人喀尔喀蒙古 干嘛来了呀 这大汗杆尔丹 翻山越岭的远征墨北呀 喊出的就是一个口号 他呀 要活捉吐谢涂寒 还有他的弟弟 活佛 折不尊丹巴 报仇 要报世仇 哎 哪那么大的仇啊 这个还是一个倒笔书 今儿咱讲不到 哎 明儿也不一定能讲到 总之 这么一打土气土寒 进攻了墨北蒙古 那您别忘了 这墨北蒙古啊 他可有后窗 谁 康熙皇帝 这才引得康熙皇帝 派出大军 御驾亲征 与嘎尔丹才要 决战 乌兰不同 华尔兰 每个 Antes стве 先 现在 糍 背井 靖